平川说电竞 天天聊不说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打来一场精彩的人组和暗夜精灵之间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是亚马逊 出身在地图 右上角的是蓝色的人组选手SOKSOK 一毛范儿目前韩国的第一人组 好 看一下他的对手 他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暗夜精灵选手ID叫Sonic Sonic目前也是欧洲的一名暗夜 打得也非常的不错 至少在欧府能够排到前十 好 我看一下 本场比赛还是来自于Sero的这个比赛 Sero的比赛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是一名应该叫老板吧 也叫水友 赞助的一场比赛 总共的话是150还是130多万韩元 直合人民币是总奖金8000多块钱 虽然说奖金不多 但是参加的选手还不错 集齐了韩国欧洲很多知名的选手参加 中国的选手只有一名叫彩色的参加 但是因为这个网络延迟比较高 所以小组赛打了一半就直接不打了 延迟实在是太高 完全打不了 好 我们看一下再回到比赛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暗夜精灵这边首发的是丛林守护者 KLG人族这一边 首发的是大法师 看一下 最近几年欧洲其实都是一直自娱自热 倒是中韩选手打的比赛比较多 从今年开始的话 欧洲有一个做了一个私服 应该算是一个公益性质的一个天帖 现在中韩欧都可以在那里打 当然是对于我们中国选手来稍微有些延迟 不过这个问题以后慢慢会解决 这样的话 全世界人民终于可以一起打比赛 非常不容易 好 看一下这边大法师 一个装备打了一个加5的攻击之爪 非常不错 看一下 暗夜精灵 暗夜精灵 有这个大树练击 确实效率非常的高 KOG打了一个攻速手套 KOG还想来抓一下对方吗 不过KOG现在有2G可以缠绕一下 缠绕一下 几下没随便就带走了一个步兵 看一下科技情况 暗夜已经开始升200 人组也升200 最近的打法的话 人组和暗夜居然不升本 单框打单框 确实有点意外 好 看一下大法师 大法师过来单点一下 这个KOG 有这个攻击之爪 确实打了KOG 非常的难受 KOG还想过来 再追一下地方吗 KOG带死的大部队过来 感觉正面的话 就靠这个小树人打一打 否则跟人组完全没法打 现在暗夜精灵 就想把自己的AC和小树人招出来 然后缠绕一个 偷一个这样的步兵 好 人组表示 不想给你耗 自己找机会 买了一个鞋子 这一波买鞋子买得非常秀 有鞋子的话 后面追这个KOG 会追得非常的舒服 加上自己有这个攻击之爪 按一下 现在开始点了 点一下走一下 然后这边的步兵提前摆好位 这枪卡一下对方 幸好对方及时反应过来 好 这边一个缠绕 把一个步兵给缠死了 大法师有了鞋子 追这个AC 追的还是蛮好追 就看你追不追了 不追还是把眼前的AC给干掉 反正你敢隐身 我这边就有粉 直接撒一把粉就可以 然后先一下双方的一个科技情况 人组的话 现在2203分之2 暗夜精灵也差不多 目前双方科技 基本上一致 诶 这边练一下狗头人 狗头人又练了一个攻速手套 KOG回家喝完锦水 喝的还是非常舒服 确实2级KOG有这个缠绕 一缠一个卷 一缠一个卷 哎呦 想反补一下 这边继续缠绕一个步兵 哎呦 这个步兵缠了非常的难受 好 这边看能不能把KOG给带走 你再赶过来 再赶过来 KOG没有鞋子 大法师是有鞋子的 这个TP肯定要叫 好 想通过绕输啊 让对方失去视野 这一波KOG肯定要叫回城了 好 步兵一过来 追射 追射到暗夜架里 但是KOG回来了赶紧撤 KOG喝点井水啊 这边缠绕就有了 赶紧撤一波 KOG一到二确实非常的凶啊 好 现在人族啊 本身好了 放下这个神秘圣地 加一个铁匠铺 那又是火枪 加上这个南乌的一个组合 好 人族在这边找机会 练一下这个狗头人 三级的大法师 二级水元素招出来 KOG有点膨胀啊 KOG啊 又想通过这个缠绕 去偷一下对方的这个步兵 好 后续 诶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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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一下伤害啊 AC走位稍微有点不小心 应该是编队的问题 好 弹法师啊 又投掉了一个AC 这一波非常修复 看一下二发 人族这边 二发的是一个山丘之王 暗夜精灵 二发的是一个DH 恶魔猎手 确实啊 打这个人族 还得靠恶魔猎手 看一下这边 二本一号的话 造了两个知识古术 那双方的打法还是偏常规 不过暗夜精灵 还是要升三本的 暗夜精灵三本的话 出雄鹿 或者是出这个 出这个小鹿啊 配合这个 山岭巨人的一个组合 打得也非常的凶 这下 留给人族的时间啊 不多了 必须趁对方这个三级 这个三级兵成行之前啊 赶紧来一波强射进攻 好 水元素啊 招出来 诶 这波一个头晃 还是被DH给拿到了 好 山九之王 超后 来一个锤子 这一波 诶 卡个位 卡个位 能不能吧 诶 还是没卡住 有机会的话 如果把DH给卡住 刷一波带走DH 表示非常的不错 这一波又杀了一个AC 诶 暗夜精灵 这一波阵亡两三个AC啊 那接下来赶紧出小路 补一下自己的病例 人组火枪还没出吗 看一下啊 到现在还是第一个火枪还在建造当中 目前还是靠顶顿的Footman来打一下对方 好 这个智力加三给大法师很修复 哦 这边 看一下 暗夜精灵一直在找一下这个人组练集 哎呀 两个啊 不小心一个错过 好 这边非常细啊 火枪没有直接去和部队会合 而是躲在家里去 这边大法师来这个山丘之王继续练一波啊 大法师可以稍微撤退一下啊 山丘之王单独吃一下啊 这边再买一个绿皮补一下自己部队的伤害哎 南乌南乌哎呦南乌有点不小心操作前面 看一下这波打了一个长笛 那对于出火枪来说还是不错哎 绿皮没有编队绿皮没有编队 好 这一波打得有点紧张 对方带着大部队进攻自己的主矿 现在农民过去一打的话哎 还是打不过对方 农民阵亡一个哎呦 山丘之王要不要锤一下 好一个锤哎呦可是后续部队没有跟上呀 这边绿皮终越意识的没有编队了 现在山丘之王应该还可以再乱一波锤 哦再乱一波锤 可口机身上没有爆锤 那山丘之王卡位卡位卡位 哎呦喂 这边哎呦 大法师如果能提前走过去一点的话 大法师已经 把这个鞋子给了山丘之王那没办法追不上了 好大法师升到了四级哎呦这个等级经验分配的不太合理啊 经验还是要给这个山丘之王比较好一点 山丘之王到时候第一时间限制一下这个跌去 暗夜精灵开始练一下自己的分框 练起节奏还是比较的紧凑 人组也练完这一波小怪 目前双方练的点啊不是特别的大 非常期待啊 谁去练一个这个九九六 应该是九六六 不是九九六 九九六啊 加班要加二十八 九六六还行 好人组再练一波这边 雇佣兵一丁 练完这一波的王山丘之王应该能到三了 好一到三级 DH一上来抽吗 一个锤 对已经把这个DH给抽住 哎呦这 暗夜精灵和野怪一直打人族 人族有点伤啊 这一个男巫已经被干掉 第二个男巫也很伤 好这一个锤 一个保存极限 躲这个东西 这边D 哦这边 暗夜精灵啊 暗夜精灵的熊已经出来了 那这一下来一个烦恼环桶 那现在问题到人族这边了 人族这边要不要出一些破法呢 人族这边啊 圈子升三本 升三本 然后出这个破法 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这个小炮啊 小炮升一个粉碎输出 那有点强 到这时候的话 人族啊需要这个阵性 非常控制哈 解速一下 往后拉扯一下 然后小炮输出 好看一下 英雄等级 暗夜精灵的话 DH两级 对这边就是控制的非常好 一直让DH单独吃一下经验 人族这一边 好 山丘之王也升到了三级半 大法师四级半 一看一下 哎 暗夜精灵竟然没有开分框 双方这一局打得都非常的克制啊 没有开分框 打得非常的复古 暗夜精灵 练一个这个966 练完一个六级罐 升到了三级DH 看到自己的这个战争古术被拆掉 想回来救一下 但是感觉救不了了啊 对方也没有冲到自己家 继续练这个966 目前KOG有这个毒球啊 如果有钱的话 DH也买一个毒球 那就非常的秀了 好 人族开始破人口了 也去练一下自己的分框 六级石头篮 估计也能谋出一个不错的装备出来 还有这场比赛的话 双方练剧还是比较沉迷练剧 练完剧 然后双方打一波正面 好 三发一个血法师 我看一下人族这一波啊 练完这个六级石头篮 六级石头篮 打了一部装备也是不错啊 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人族三发一个血法师 主要还是靠血法师 到时候升一个虚无 来控制一下DH这个爆炸的输出 好 看看双方第一次开始试图碰面一下 但是双方调整阵型啊 互相拉扯 山丘之王 哎 一个锤吗 好 一个锤 对方啊 但是这个DH抽篮也是抽出来了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血法师 哎呦 一个女巫直接被对方缠绕留下来了 好 山丘之王一个锤 锤锤锤锤 锤出来了 非常不错 一技呢 升的还是抽篮 无数虚无 山丘之王 金光纱升到了四级 人族把家里的民兵敲出来 哇 这一波团战打得非常的激烈 DH啊 把自己的绿帽子给戴起来 绿帽子戴起来的话 可以 可以这个产生非常多 这个锤的伤害 哎呦 这个锤子 这个绿帽子一消失啊 锤子就出来了 DH居然被击杀了 哎呦 这一波DH阵王对于这个暗夜精灵来说非常的难受 后面只要女巫各种减速来拉扯一下的话 这些熊后续啊会慢慢会被人族给消耗掉 好 这边KOG补了一个缠绕把血法师给带走 哇 后续这 金灵龙啊 这个垫有点强 有点强 双方这一波打得非常的惨烈 还是啊 暗夜精灵没有DH强大的输出 有点打不过啊 这边好几头熊全部阵王 那接下来 KOG带着两头小肉跑回家 这一波暗夜精灵 这个DH确实有点不小心 主要是刚才 山丘之王好像出了一个霸雪 然后又一个锤给跟上 到DH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用这个保命道具 好 打完这波大法师 成功升到了五级 山丘之王 山丘之王 差个六十 差个三十一点级 马上升五了 这一升到五的话 后排的KOG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人族这边不那个吧 他为了这个控制在五十人口啊 这个英雄一直没有出 这边运营也是运营到了极限 好 人族啊 要不要再买一个群补 买一个群补啊 跟暗夜精灵打团战 必须要买群补 群补一买好 等会暗夜精灵这一波也非常的上 部队状态一致还没有补回来 DH啊 DH三级 DH 即将走出祭坛 现在人族已经开始发起进攻了 那这边血法师还不出吗 好 现在啊 已经有两个小炮 两个小炮啊 南无已经升好了 南无已经升好了 这个心灵之火 心灵之火一加上啊 这部队的这个护甲 直接加上了五 哇加五的护甲非常的硬 这边 哎 不出这个 还是得出山林好一点 出这个熊 很容易被对方各种拉扯 好 一个锤 哦 这边这波DH非常秀 直接有无敌 躲了这个锤 而且还抽了一下 这个山丘之王 接下来再抽一番 好 山丘之王一大波了 只锤了一下 哎 山丘之王 山丘之王啊 非常危险 大法师极限 换了一个TP过来 这一步操作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呀 这一步操作 要是没有及时跟上啊 那这个山丘之王 直接阵亡 那人组就要一边倒了 哎 这一步居然没有卡住 好 没有卡住就好 卡住的话 有点难受了 现在终于意识到 血法师还是不能少 血法师要是能升到二级 可以极大的控制一下 这边DH的一个输出 DH啊 DH这身上这个末日号角 DK光环 看起来啊 这个脚下这个光环非常帅 好 人组这波打完的话 回家续续补一下状态 那人口不要再控制50了 确实 刚才极限压制在50人口以内 差点被对方给翻盘了 那这下放开来打 是吧 这个资源赶紧转换成兵 一波带走暗夜精灵 好 飞机过来侦查一下 看到了暗夜这边的部队 暗夜这边部队 其实英雄等级差蛮多的 54的等级 看一下人组的话 这边应该是43的等级 人组是541 等级确实领先非常的多 好 看一下这边 暗夜精灵 六头熊 六头熊 两个小鹿加两个精灵龙 部队确实组合 还算科学 就是少了两个山林巨人 山林巨人如果能出的话 那这一波打得恶恶 那就是又来又回来 山丘之王这一波 有点鸡贼 买了一个隐身 买一个无敌 买隐身买无敌 隐身开团 关键隐身的话 可以第一时间把锤子扔出来 控制一下DH 然后血法师 即时跟上抽一下 这一波combo打得就非常的帅了 这边人组打得非常紧算 一直也不肯走得太远 一直在家里守着 等着对方过来送吗 暗夜精灵也是满地图 在找人组 然后顺便想练一个点 但是目前地图的怪 都被双方处理的差不多了 这一句最伤心的是中立怪 对方专心来处理中立怪 把团战打来倒不是很多 好 现在水元素看到了暗夜精灵的一个部队 人组看看这一步要不要冲过来 好 现在已经把这个心灵之火加上了 应该要开始打团战了 山丘之王升到了五级 五级山丘之王 这边的话加了名币要不要敲出来 加了这个名币啊 其实数量也不多 好 山丘之王 隐身 隐身过来逛一逛 哇 一个敲地板 把三个小精灵给干掉了 看一下这边熊的一个攻防 熊现在是生了一攻两防 一攻两防 一攻凌防 一攻凌防 哇 这一个吹敲得非常舒服 再一个踩地板 好 敲一下地板 这KOG直接带走 暗夜精灵打入了机器 所以说 山丘之王 这个五级山丘之王配合隐身 确实开统非常的强 好 喜欢这一期比赛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